expos пол 教育部目前朝拟了一個高教創新轉型條例法案 目前已經送到行政變區 經過我們檢視這個教育部所朝拟的法案的內容 覺得這是一個非常荒謬 無理的一個大雜會的 非常糟糕的答案 我們要問教育部 今天我們究竟是在辦大學 還是在辦企業 我們看到教育部創新轉型條例 第十一條裡面有提到說 為了鼓勵師生創業 協助產業創新 可以推動衍生企業 參與經營 推動衍生企業 其實就是說在校園內 他可以辦企業 那企業的邏輯 我們剛剛都說 我們很懷疑 大學應該是費盈利組織 他能夠把賺錢的精神 挪用到辦大學上面嗎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要怎麼確保說 有一些知識 他可能是對社會大眾 有嚴重的 有非常大的幫助 然後他可能是對社會 有整體的貢獻 他是具有公共性的知識跟研究 但他不賺錢 在這種如果我們模糊了 大學也可以辦企業的 這樣子的精神情況之下 我們能夠確保說 這樣子具有公共性的知識跟研究 他還有持續可以生存的這個空間嗎 我們非常反對說現在的 條例裡面 對於事辦創新學校的學費 是可以全面的去管制 我們看到條例第七條當中 有規定說創新學校 向參與學生收取的學費 可以去核算他投入 還有他引進的實際的資源後來訂定 換句話說 條例裡面的意思就是說 只要能夠反應成本 學校愛收多少費用都可以 他完全不用受到 我們知道實際上現在不論是公立大學 或私立大學的學費 是受到教育部的高度的管制 今天我們都知道如果要調漲學雜費 他必須要把案子送進去教育部 那教育部會去審定說 這個調漲學雜費是否合理 是否這個需求 調整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舉辦公聽會 是否符合民主的程序 但如果在這條例當中 在這個所謂的事辦創新學校裡面 學校只要宣稱 他的這個學費是反應著合理的成本 他就可以讓學費完全的去管制化 私立大學絕對不會是少數董事會的 私立大學的本質上面 他就是公共的 那在這樣的一個前提之下 這種所謂的高教創新轉型條例 事實上是把這個私立大學當作是私人的 他應該要有的這種所謂的公共的性格呢 其實也把它賣掉 也就是他其實是要去引進財團自校 讓大學的問題是越來越來越嚴重